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文化资产的巴西战武卡普耶拉 在台湾也已经带动学习的风潮了 尤其是年度举办的国际简定盛会 更是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高手齐聚 透过音乐、舞蹈和武术的融合 引领大家进入这个充满迷洋的异国文化运动 我们也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参加简定的舞者围成圈形 伴随音乐影行开唱气势惊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卡普耶拉舞者 参加这场国际简定盛会 初学者在老师的引导下完成侧空翻 回旋梯和倒立等招牌动作 看起来像是跳舞又像是格斗 十分特别 巴西战舞它又叫做卡普耶拉 那它其实是结合有武术的动作 舞蹈的动作 有一些腾翻体操动作 还有它的音乐 然后以及它的巴西的那边的文化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很综合性的一个艺术 那也有人说它是巴西的武术 但是也有人说它看起来像巴西的舞蹈 我喜欢什么地方 为什么 因为就是玩的时候很开心 然后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还有学到语文对不对 对 你会什么语文 就葡萄牙跟巴西 也难怪初学者一试就上瘾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是巴西的无形文化资产 卡普耶拉结合了传统的乐器 包括战鼓和弓弦之外 透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套路体系 也让学员接触不同的国际文化和语言 成为跨界的舞蹈交流活动 它是一个需要我们人 人与人之间 然后也需要人与音乐之间我们这样去做连结 所以音乐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巴西藏舞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乐器 那这些乐器其实它都是一些 主要是一些打击的乐器 最主要的那几支 像吊杆 或者是像弓箭的那几支 它是现在的卡普耶拉里面最主要的乐器 学习的部分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第一个 其实可以提早让它第一个参与群体活动 还有提早跟所有的它的 这个卡普耶拉的大家庭去参加这个社会的一种表演 然后也让小孩子也可以去接触一种多元的文化 台上大约40秒的简定时间 看到学员时而起舞时而对大 伴随音乐更能展现肢体的律动 学习年龄从3岁到80岁都很适合 看卷运动商机也吸引百货业者投入推广的行列 国务中心它的形态就是亲子 提供亲子玩乐的一个地方 那结合我们这边馆内的巴西藏舞的活动 可以带动就是我们馆内的一些气氛 那以及周边就是我们运动休闲品牌的消费 对那其实家长在这边活动结束之后呢 也可以到我们游乐园那边跟小朋友一同玩乐 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讲效益非常大 换上一条新的腰带 象征学习的级数又更上一层楼 活动中主办单位还邀请大师级的国际好手一展绝技 也让人大开眼界印象深刻 港独新闻马恩嘉黄兰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